哈喽,大家好,我是香妹 大家看见我现在所在的位置了吗? 大家能猜到我现在在哪里吗? 我在马来西亚最火的购物商场 吉隆坡5G免灯,百威年购物中心 这里是2007年9月开幕的 现在已经是非常成熟且火爆的购物商圈 我有了解这里是有3000多个停车位的 可是平时我们每次周末节假日来这里 也还是很难找停车位的 而且在它正门口的这条马路 是常年塞车的路段 百威年这一商圈不仅有大型的商场 还有豪华公寓,办公楼和酒店 之前我也提到过 在百威年商场正门口右侧的豪华公寓 不等开卖二房就被抢售而空 所以这个位置才配得上高贵典雅 爱生活爱时尚的大咖 据统计,百威年每年有超过3000万人次的到访料 不仅是最佳的购物场所 也是旅游必访的景点 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看 百威年2020年的圣诞装饰吧 据说百威年每年的装饰费都是赤巨资几百万 我以前是做广告公司的时候 服务化妆品和手表的大品牌 也都是以商场展示内为主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的装饰绝对是造价不菲 那现在呢就是在百威年的正门口 我们所看见的色彩斑斓的装饰灯 还有迪奥独一无二的金色圣诞树 听说呢马来西亚的这颗迪奥金色圣诞树啊 应该是第三个有金色圣诞树出现的国家 就在我们国内啊上海恒隆广场也是有一颗 那今年整个的迪奥装饰是以迪奥创意总监 玛瑞亚的故乡意大利普利亚作为设计灵感 把意大利庆典特色的光艺术装置置入在圣诞树里非常漂亮 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 在意大利普利亚举办的迪奥2021早春发布秀 秀场采用的彩色绚丽灯饰啊 跟我们现在在百威年看到的也很像 虽然我们无法去到意大利秀场 一满当时的盛况 不过我们现在可以在百威年一睹他的风采 也是很不错的 现在是下午 那晚上的夜景是超赞的 等一下我会拍晚上的夜景 要看最后的彩蛋哦 一定要看 叮叮当 叮叮当 Merry Christmas 我们画时都快乐 我们坐在雪橇上 叮叮当 叮叮当 Merry Christmas 这个泡泡米的这个圣诞节装饰 II 就像一个超大型的音乐盒 然后在前面中庭呢 还会有很多的圣诞装饰 就随处可见的那种圣诞装饰 在这里是会访问 是因为头发不死的一番 来 我们接着 在马来西亚的结架制呢 超级多 所以每一个结架制呢 百味脸都会有 一种不同的主题装饰啊 所以这种呢 也成功的吸引了 很多人都纷纷来打卡 除了日常的 这种结架制的 清典装饰之外呢 这个中品的位置 日常也会举办 各种大型的这种 主题商业活动啊 然后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它二楼到三楼之间的 这个西班牙阶梯 平时也会有很多人 在这里注册停留啊 就是看下面的一些展示 百味脸也是时尚人士的 聚集地啊 但去年我偶然间 在客户来这里吃饭啊 还围观了一场时装秀 这里也是 马来西亚的时尚新品 可以上架最快的 名牌购物商场 百味脸购物广场呢 一共有六层商场 有五个主要的出入口 商场的大门呢 就是在三楼 也就是我刚才给大家看 迪奥装饰的啊 那个入口 就有三个大碗的 然后商场内的奢侈品 来呢 集中在我们从大门口进来的 右手边啊 然后奢侈品呢 大概占了啊 百分之十 像我们有看到的爱马仕啊 劳力士啊 iFC啊 这种啊 全部都有啊 那像爱迪LV的这些品牌呢 就是在百味脸对面的 生息医疗 百味脸的建筑层呢 还有一条东京街啊 有很多日本的小吃和商品 整个商场里呢 大概是有五百多个品牌 如装配饰 已经美容呼呼的占比 大概是百分之四十五 那有了解啊 百味脸的年销售额啊 大概是人民币四十五亿左右 随着这里客流量的 逐年增长呢 人流量的增长 也让周围的这些新级酒店啊 和公寓啊 变得越发的火爆跟抢手 我现在走的这条街呢 就是平日车辆非常拥挤 对街道啊 那这边呢 就是百味脸商场 然后在这个马路的对面呢 就是升级伊朗 像对面的话 有很多新级酒店啊 GoW万豪啊 威斯汀啊 那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 非常喜欢凯临四十五这个品牌的呢 我之前做活动的时候 选酒店啊 不管是在北京 还是在大连呢 都选择了凯临四十五 酒店进行合作 主要是他们的接待服务 都很直吧 那马来西亚 凯临四十五也要来马来西亚 开他的第一间酒店了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我们现在就过去看一看 看到没有 在我身后那三栋 有艺术造型的在建造的楼呢 就是马来西亚的第一间 也是唯一一间 凯丁斯基酒店所带的位置 最左手边的那一栋呢 就是凯临四十五酒店 他的楼高呢 整个有六十八层 未来落成之后呢 我也一定要去这里打卡 感受凯临四十五那亮丽的一抹红 就是凯临四十五它标志性的红衣女呢 服务超级好 好吧 今天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千万别走开哦 后面有彩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